多年前震惊全台的这个杀夫事件 您可能还有印象 患有小儿麻痹的这位太太呢 她伙同了情夫 杀害了丈夫 在教唆心欢谋杀旧爱 她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但是手段却是非常的毒辣 有人称她为毒蜘蛛 黑寡妇 而且入狱之后竟然还有爱慕者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神秘52区来解密 黑寡妇是南美洲一种 具有强烈神经毒素的蜘蛛 在某蜘蛛发情期间 她会编织一张美丽的温柔网 等待熊蜘蛛前来寻欢 当一番铲鸣过后 她会毫不留情地将熊蜘蛛杀害 活活吃掉 这种骇人的黑寡妇性格 出现在探明秀身上 84年11月 高雄弥陀乡一个甘蔗园 众人聚集 议论纷纷 因为警方挖出一具男尸 被迷婚后强酸腐蚀身亡 她是周俭 死于太太潘明秀之手 妈 先走好不好 三小姐 先走 妈 先走 妈 先走好不好 不发异语 但彼录记载 丈夫长期酗酒家暴 他因此伙同外遇亲夫 徐志忠协助杀夫 但三年后 潘明秀又爱上一名 有妇之夫郑年金 旧爱不愿分手 他决定教唆新欢杀旧爱 潘明秀的亲密枕边人 依依先后死去 活肉女子用她的一个 现有的本 那种天分的那种能力 来去诱使人家犯罪的 伙同情夫杀丈夫 再联合新欢杀情夫 潘明秀虽然肢体障碍 行动不便 但是长相清秀 讲话总是轻声细语 引人联席 让人很难联想 他下手之狠毒 警方因此私下称他黑寡妇 跟他同设计的这些 这个有的是所谓的麻醉割 就是毒品的 直接你毒饭 毒业一般 你别再下意了 这个女人很可怜 他现在都人很好很好 最让人讶异的是 潘明秀入狱后 还有爱慕者继续送花旱巧克力 他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身边的男人像被勾了魂 甘愿为他付出一切 但身边的亲密爱人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下场凄惨 一二审死刑 走出法庭的潘明秀 不说一句话 最后高院更一审 认为潘明秀深具悔意 改判无期徒刑 入狱时 他唯一的女儿只有三岁 被夫家带走 再也没见过 就我所知在入本间以后 八九以后 他婆家的部分是完全没有联系 那娘家部分的时候 然后偶尔会来探望一下 那他知道女儿的功课表现 或成长情况 应该是一无所惜 夫家刻意切断联系 直到十四年后 终于在报纸上 潘明秀第一次看到 女儿周梦君长大的模样 这却是女儿在他杀害丈夫 周简的十四周年忌日 从住家七楼坠楼情深 周梦君的遗物中 所有照片只剩下父亲周简 母亲拍棉秀已经被修剪 名字更是禁忌 邻居和奶奶小心再小心 就是要保护周梦君 不要受伤害 而学生的家长资料栏 周梦君每次都填上父母双亡 一旦有人问起 他只是淡淡地说 小时候车祸死了 他本身的家庭状况 我们真的不晓得 所以在学校这边因为他的表性 个性也很坚强 所以说大概可能压抑在心中 我们也不知道 就读高中三年级的周梦君 体学兼优 是同学的开心果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当时才刚刚通过交大推征 老师和同学万万都没想到 开朗笑容的背后 总是心事重重 潘明秀这样子误害了我 他可以伤害我 他不能伤害他的女儿 不能伤害我的儿子 因为我儿子并没有做这种事 什么酗酒 酗酒 打他 什么叫暴力 你如果真的要有暴力的话 你用残杂女子 两脚 不要说我儿子暴力 我一个拳头 我也把你暴力死 十几年过去了 周奶奶还是满心愤怒 她颤抖的手 翻开一张张孙女的照片 从三岁开始一手带大 极力保护 却还是挡不住悲剧再上演 潘明秀看到 募集女儿跳楼的证人比悟说 女孩从七楼坠落 还来不及劝阻 就看到她无助掉落 揪心悲痛 潘明秀她当今的领化 幻黄 情绪稍微激动 迷洋的女人潘明秀 欲中表现良好 2012年1月假释 初遇时只是淡淡地说 过去的已经过去 她只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卖卖彩券 度过余生